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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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伯 这么兴师动众的 要干什么呀 我倒要问问小老大 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事已至此 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的 装枪做事了吧 还是乖乖地把人交出来 跟颜伯回去见师父的好 交人 交什么人哪 明知故问 你公然违抗失命 背叛青帮 擅自做主就些仇人之子 还想抵赖吗 就些仇人之子 我明白了 阿成 这一切都是你小子搞的鬼对吗 你小子想栽赃陷害是不是 我阿成有没有栽赃你 你把船舱里那两个人拉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我的人是想拉就拉 想看就看的吗 把人拉下来 等等 你这眼里还有没有这小老大了 对不住了 小老大 我是奉先生指令行事 请小老大不要为难我 上船 对不住了 小老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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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燕波 这里有诈啊 我是亲眼看着 孟涛和李国全上警车的呀 人哪 这 人 这 我 燕波 我知道了 这肯定又是 萧老大的偷梁换柱之计 孟涛和李国全被他暗中调包了 阿成 事到如今 还在血口喷人是吗 阿良 阿良 你得给我作证啊 这一切是不是董福宝搞的鬼 你快告诉严伯呀 阿成 你胡说什么呀 孟涛和李国全早就已经死了 尸体都已经交给日本人了 我说你是不是病得罚昏了 胡言乱语 狗娘养的 死的那两个明明是日本浪人 是他让咱们俩到外边秘密 抓回来的 简直是胡说八道 无中生有 燕波 这分明是阿成在编造谎言 污蔑我们小老大 您千万别相信 我弄死你 干什么你 燕波 你要替我做主啊 他肯定是被董福宝收买了 他们俩是故意演这逐戏给你看的 我阿成是冤妄的 燕波 你可不能被他们蒙蔽了 你要替我做主啊 燕波 到底谁约梦谁 我自有功断 你们带这两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们是什么人 燕波 是这样的 我们复生的贵宾林小姐 想去乡下收茶叶 缺少人手 所以我们小老大 就给他找了两个帮手 特地让我给他们送过来 燕波 我请两个人去收茶叶 不违反邦规吧 燕波 终于来了 这儿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 到船上去等我吧 到船上等你 你跟我一起去乡下呀 也许会吧 小老大 请息怒 误会 纯属误会 燕波 麻烦你跟师父说一致 我董副宝无德无能 辞去青帮一切之物 也不再掌管扶生 青帮和我 井水不犯河水 小老大说竅了 都怪燕某听信谗言 伤害了小老大 千错万错都是燕某的错 请小老大收回成命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延伯 这话回去跟师父说吧 小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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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 把他给我押回去 延伯 咱们都中了赌福宝的计了 延伯 小老大 小老大 送我去曹家渡 好嘞 董先生这招偷天坏日用得漂亮 您手下的兄弟本想置您于死地 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他这回啊 怕吃药吃不了兜着走 董先生这招偷天坏日用得漂亮 董先生这招偷天坏日用得漂亮 您手下的兄弟本想置您于死地 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他这回啊 他这回啊 怕吃药吃不了兜着走 你们是谁 同学们 时间紧迫 赶紧下车 快点 我来救你 快 下车 走 走吧 肖老大选定地方了 选定了 陈家渡 陈家渡 好 自警 开车 船声 大夫管 辛苦了 董老板 跟兄弟还客气啊 时间紧迫 赶紧送这两个同学出城吧 董老板 对不起 之前是我冒失了 我没有想到 您是附生的大老板 更没有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我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哪 上海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 我倒是觉得 如果你们去了北平 会比上海更有用武之力的 对了 这里面是一些钱跟衣物 路上用吧 谢谢 董老板 那我们先走了 一路顺风 到了北平 别让我失望 保重 董老板 兄弟均务在身 你先走吧 行 回去 带我向大哥问好 哎 咱们走 老婆 跟你回家 你走走好 老婆 小吃了 安安 竟敢玩阴的来陷害小老大 害得连老子也跟着出丑没面子 老子今天就送你戒严吧 先生 且慢 谁也别去 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先生 激动 来啊 来啊 把他给我关起来 人家看管 是 来 师父 我们是比一手再大的呀 你要相信我 我是个冤枉的师父 我是冤枉 你 你费了这么大劲救他们 谁不怕日本人报复啊 你跟我一块干呢 你不怕 有你在 我才不怕呢 挺干嘛今天这件事啊 我挺有成交感的 当然了 救了爱国青年嘛 也不止是这些 今天救的这个人 是我的仇人 孟汉彪的儿子 你说谁 孟汉彪 怎么 你认识他 孟汉彪是谁啊 上海的警察局副局长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那个青年是孟汉彪的儿子 不是 接到师父的命令以后 我才知道的 既然他是你仇人的儿子 你杀了他 既可以向你师父赴命 又可以报仇血恨 何乐而不为呢 是啊 当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南西 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啊 让我为了一点点 小小的个人恩怨 去杀一个爱国的青年 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你不应该是这儿的人吗 你怎么了 你对这儿说什么呢 我突然觉得不舒服 我先回去了 好 楚国珍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 你千万不要被 董虎宝搜的假象 走迷惑 他是你的仇人 不公待天的仇人 你跟周璇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杀了他 为父亲报仇雪恨 来 小老大 进来吧 小老大 您是真打算 在这里挨营榨寨啊 我不是说陪着林小姐 到襄安去买茶叶了吗 所以不好现在就回去 怎么也得在这儿住两天 阿良 阿山这件事情多亏了你啊 要不是你及时发现的话 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小老大 你言重了 我阿良完全是敬重 您小老大的为人 您平时对我们兄弟 是重情重义 还敢跟狗日的小鬼子干 您是条汉子 我阿良心服口服 阿良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交给你去办 你要去帮我查一查 这个林亚楠小姐的真实身份 而且这件事情 一定要快一些查出来 记住 不要告诉任何人 一定要保密 燕博 我知道了 那个等她回来我一定告诉她 你回来了 小老大 回来了 怎么了 你去乡下这几天 我跟你燕博天天来电话 说是让你回去议事 议什么事 无论发生什么事啊 他们自己议就行了 不用告诉我的 这事我都听说了 你对阿诚一向不薄 想不到这个臭小子 居然背叛了你 跟老头子告密 幸亏你发现得早 不然就让这个狗东西得逞了 没什么 其实这事啊 主要是因为我小心 否则的话呀 说不定会生出什么事来呢 你还别说啊 你调包孟涛和李国全这个事 居然连我都蒙在鼓里了 不愧是小老大 做事滴水不漏啊 师兄你过奖了 还好没什么事 以后你做事啊 得更加谨慎才行 我知道了 好 那我先去了 好 师父 小老大求见 这还求什么见哪 快让他进来 是 这小子终于回来了 现在跟他在这里 你怎么会再来 就好像不悠达啦 我先去那边 我先去那边 他俩 我先去那边 太多了 我先去那边 你 我先去那边 你一边 我先去那边 我先去那边 他在那边 我先去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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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不过你放心 这件事情 师父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全听师父的 走 跪下 阿诚弃邦归于不顾 居心叵测 竟然使阴谋诡计 陷害小老大 险些使本帮师徒离心 兄弟不和 清高 师父 你是老坛口了 你是本帮的大师兄 医治你 这如何处置这种 不忠不义之徒啊 一切都凭师父做主 老夫是在问你 一帮归 杀无事啊 一帮归 老实点 那好 老夫就把这个孽障 交给你了 师父 师父 你是本帮的小老大 不宜亲自动手 免得沾了一身的脏 清高是你的大师兄 就让他 替你讨还这个公道 也替本帮清理门户 师父 还等什么 拉出去 是 师父 这阿诚已经知错了 咱们就饶他一回吧 这种狡诈不义之徒 欠这种狡诈不义之徒 由他何用 国有国法 邦有邦规 谁犯了戒 就得按规矩办 师父 都听好了 今后谁对小老大不敬 就是对老夫不忠 阿诚就是他的下场 终于师父 终于杀了 终于师父 终于杀了 祝小姐 你可来了 怎么了 孟宝不到了吗 他在里面 你赶紧去看着我 别拦着我 都不好 我要把你碎十万段 你可对我 就做 就做 小老大不敬 走开 谁在拦我老子来得一起吃啊 对我 我老子来得一起吃啊 你可对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东福报他会这么做 我找他 咱彪啊 阿珍 你送孟涛走的时候 他没有认出你吧 他十几年没见了 他不可能认出来我 好 我们的计划不变 你该隐性懂得上钩了 你还想杀他 为了叫孟涛 他甘愿放弃给你的仇恨 不惜得罪青帮 不惜招拉日本人的报复 你真的能对这个人下手吗 你心软了 可他是你的恩人 阿珍 别以为他做了件善事 你就以为他是个好人 姓董得道貌岸然 表面装得堂堂正正 暗地里却独如蛇蟹 阿珍 他很喜欢你 这你是知道的 你有没有想过 他做这些说不定是在演戏 想以此来取悦 是不是在演戏 是不是想取悦我 我想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好 就算这个小子 次老爷有些正义感 可这又怎么样 难道他对我们掠施恩惠 我们就应该把血海 申愁忘了吗 阿珍 你阿爸是怎么死的 你心里最清楚 如果不是姓董得心狠手辣 既夺复撑又占人妻 你阿爸何以落到那等地步 他死不瞑目 这深仇大恨我们绝不能忘 阿珍 接下来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有灭了董福宝 夺回复生 才算为你阿爸报了仇 否则 你我还有何颜免活在这个世上 好 我听你的 下一步 需要我怎么做 过两天 你偏董福宝 陪你去老凤翔珠宝行 买首饰 到时候我的人 会在附近埋伏 等董福宝一到 就彻底灭了他 杀 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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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 这个不算 主 请为迷途的 我指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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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 这就是天意 原谅我 妈 干杯 干杯 今天就当是 我们最后的狂欢了 来 来 南西 南西 我不是说好了 是最后的狂欢吗 我给你打 你知道吗 在上海的这几个月 是 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也让我太做痛苦了 是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我也一样 南西 我长这么大 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才真正的快乐 你让我懂得了 也享受到了 真正的快乐 如果明天你走了的话 如果明天你走了的话 再也不回来 咱俩再也见不到面 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将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 童福宝 你是一个混蛋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认识你 我为什么要跟你交往 你给我bud 我要她的一生 我为什么要是 安西 安西 这儿喝一去会喝醉的 这儿 我很 这是命你知道吗 谁也讨不到命呢 那就为命运干呗 命是已经注定好的 但是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祝您好人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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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很晚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天你千万别 宁儿 别什么呀 别迟到 放心吧 我不会迟到的 明天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阿宝 我希望你能记住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是爱你的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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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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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我希望有一天 能够名正言顺的 把这个戒指 戴在您的手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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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